观众朋友 明天我们欢庆建国四十六周年 现在让我们为您播出 李雪龙总理的国庆献词 总理的华语献词 由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宣读 节目附上字幕 方便听觉障碍人事 亲爱的同胞 我国自从摆脱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经济已经恢复了稳健的增长 今年上半年增长了4.9% 失业率也维持在2.1%的低水平 尽管前景存于一些风险 我们今年预料能取得接于5%到6%的增长率 过去五年 我们的大环境起落不定 变化快速 我们经历了几个好年头 经济取得可观增长 员工薪金也有上涨 当时我们也曾经历困难时刻 尤其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 我们在应付那场前所未见的经济风暴时 政府尽全力保护国人免受冲击 我们推出了雇佣补贴计划 续助公司维持运作和保住工作 尽管面对危机 我们并不忘做长年之际 我们当时成立了经济战略委员会 寻找产业的发展机会 以及规划未来的发展道路 自今年年初以来 我们的生活费上涨得快 政府因此推出增长共享配套 帮助新加坡家庭减低生活负担 我们也继续重新培训员工 与提高他们的收雇能力 我们还实施了多项的研究 贫困家庭的措施 总的来说 新加坡的政策已经奏效 我们向来知道 未与筹谋的重要 累积了相当可观的储备金 因此能够果断地 推出一项振兴配套 我们积极提升国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 以进军更高政治的经济领域 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为国人创造新的和更良好的就业机会 并且在过去的五年 逐渐地为多数的家庭带来更高的收入 然而 虽然政府尽力为人民遮风挡雨 但是 还是无法完全抵挡 外接风雨所带来的冲击 在关键时刻 政府的耽误之际 是稳定经济 保住工作 以及协助失去工作的工友 一些政策 没跟上技术演变的局势 但我们已经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了 我们正在建造更多的政府组屋 以缩短购物等候时间和维持平衡的价格水平 我们将增添地铁线和巴士 以改善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我们泛满地引进外国劳工和移民的速度 也更明确地 让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待遇 我们的大环境越来越不稳定 为了确保人民得到应有的帮助 我们正在检讨社会安全网 这不是立杠建影的改变 我们在几年内应能看到成绩 我们必须特别谨慎处理一个问题 我们把新加坡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立场 不应该变质成为排斥外国人的心态 新加坡向来对外开放 而且善于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为我们带来许多投资和就业机会 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 我们不能自我封闭 也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外国人 我们必须和世界保持联系 继续欢迎来自各地的人才和思想 唯一这样 我们才能维持繁荣昌盛 为人民创造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我们在处理各种紧迫的民生问题时 也必须关注世界的动向 以及我们长年的展望 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地区 意料将持续增长 不过全球前景 伊朗不明朗 欧盟最近通过了拯救希腊的方案 不过欧洲债务危机的化解 仍旧遥遥无奇 美国经济 伊朗萎靡不整 尽管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 已经达致提高债务顶限的协议 但是还未做出征税 和削减开支的艰难决定 日本在受到地震和海啸的冲击后 必须进行重建 这是额外的沉重负担 这三大经济体的人民 还在等待领导人 展现克服困难的决心 这些国家无力振兴经济 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展望 未来的五年 我们将面对一个变化多端 充满未知数的世界 我们必须尽力预测 和应付外在形势 为新加坡寻找 最有保障的发展策略 我们需要进行各种建设 为国家长远的发展 做好准备 放眼未来 我们应该强调自我提升 和提高生产能力 以减少对外来工业的依赖 我们要好好地培养下一代 并且为年长员工提供有效的培训 我们要建设优良的居住环境 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座 花园里的城市 以及一个属于全体人民 信心向荣的家园 我们已经拟好了周详的计划 准备一一实现这些目标 除了拟定明确的发展计划 我们也必须调整 我们治理国家的方式 我们的社会在演变 新一代新加坡人 希望在讨论切身课题时 能够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能够有更热烈的辩论 他们也争取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 我欢迎人民提出这些诉求 我欲请更多有见解 有好主义的人士 挺身而出 协助政府解决问题 把事情办得更好 政府也将会与社会各界建立联系 并且将借重人民的力量 想象力和自动自发的精神 这有助于我们改善政策 也可加强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宿感 不同的意见 可以增强社会的活力 但也可能分化和削弱我们的社会 我们应该扩大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而不是刻意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 否则 我们的社会将会四分五裂 团结才是力量 才能克服各种挑战 和维持我国的竞争优势 在很大的程度上 年轻一代的态度将决定新加坡社会的演变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你们生长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 你们的经历 见解或志向 有别年长一倍 今天的新加坡 是几代先辈 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将肩负起 带领国家前进的中任 我们将接近所能 帮助你们建立成功的人生 你们的理想 热情和信念 将对社会的未来发挥关键的影响 你们会有很多追逐梦想 和实现理想的机会 我知道很多年轻国人 关怀社会 愿意为社会大众服务 和维护公共的利益 这令我感到欣慰 你们自愿参与人道组织的救援任务 为环保的工作尽心尽力 也向老年人和社会里的不幸人士 伸出援手 这是新加坡精神的体现 有助于我们 团结起来 达到万众一心 多年以来 我们的先辈 齐心泄力 不畏艰难 因此建立了这个国家 他们的共同目标 是要让新加坡 立足一世界 向世人证明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创出一片天地 他们的毅力 团结了和激烈了 整个时代的新加坡人 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分水里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 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教育水平和生产力 就能维持竞争力 如果我们能够逐步扩大人才资源 保持社会的开放和活力 我们就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人如果能够互相扶持 同舟共济 便能克服建国过程中的种种挑战 这个岛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都以来的46年 我们一起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让我们在未来长远的日子里 继续齐心协力 为全体人民创造一个更光明的前程 和更美好的家园 让我们祝愿全体新加坡人 活性日快乐 您刚收看的是 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 带李显龙总理宣读的国庆献词 本节目将在明天下午12点45分 通过8频道重播 您也可以到以下网址 阅读总理的献词